每天都要来一杯冰拿铁 嘿嘿大家好我是艾尔文 我是舞一 你今天迟钝对吗 不对 来再一次 我是艾尔文 我是舞一 不够兴奋 我是艾尔文 我是舞一 来告诉我们你今天的心情如何 就跟你后面一样 整个开心到翻起来 今天注册我们Podcast的这一支是 什么 妹妹座 妹尼老师 妹妹座 神山羊 摩羯座 神山羊 你今天坐真的是001是不是 对 然后另外旁边在补上这个上个礼拜原本给大家看的这个 在这个礼拜进行颁奖典礼的Podcast风云榜 我完全忽略到那一个那什么东西 是百搭那一个吗 对啊百搭Podcast的那个也很重要啊 他们寄过来的他就做成一个像像这个黑胶唱片这样子 可以播放吗 应该不行吧 没有啦 他只造型而已 他不是真的黑胶唱片 不然怎样播放起来是我们的Podcast内容 我们好像也没有这个设备可以播放 对 感觉可以可以找来玩对不对 你找到吗 现在应该很难找到吧 现在有出很多科技类型的 就是现代版的黑胶唱片播放机 对他就是接USB Type-C的接电啊这样子 然后但是你可以放黑胶在上面 你人生中有碰过黑胶唱片这个东西吗 超级多 我家有这么一大跌的黑胶唱片 邓丽君啊谁是谁的一大堆在里面 你今天有接过黑胶唱片的年代 有 你让他播放之后不是要把那个针移过来吗 你是50年代的人啊 没有 然后他上面的那个播放器是一个喇叭 就是一个花的形状这样出来 我去一些复古餐厅有看过 但是我真的人生中没有真的接触过 因为我爸是古董收藏人 我爸很爱收藏这些东西 是哦 那他出来的音质如何 就是你听到的那个张信泽那首歌前面的那样子 就是有点 你早上这样听有点恐怖你知道吗 就是他有一种特殊的音色在里面啊 好 今天是3月14号白色情人节 虽然说大家听到我们报告的时候已经是3月15号了 但是还是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没有情人的也要快乐 对然后也要谢谢艾草门的祝福 谢谢周北极他寄的 玛丽露 玛丽莲蒙露呢 玛丽露啦 他寄的玛丽莲蒙露过来干嘛 是寄他遗体还是寄什么 我每次都记不住那个名字 可丽露他自己自制的 然后有巧克力口味的跟香草口味的给我们吃 去玛丽露过来 那好恐怖 让我们庆祝白色情人节 然后另外呢 阿光 谢谢 今天舞姨超兴奋的 对 谢谢阿光 真的想谢谢你 我们在录影之前的时候 就送给他一只 双鱼 双鱼座 阿光是双鱼座对不对 他说他买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然后他就买了两只 对啊 所以他应该就是双鱼座啦 因为我想说你生日的时候买给你的是 维纳斯 不是 雅典娜 你说你送给我的时候吗 对啊 你也不是雅典娜做的啊 我是我妈做的 雅典娜做的 好 所以谢谢周北基 还有谢谢阿光 还有所有 祝福我们白色情人节快乐的爱草门 前几天我们发明了一个日子 因为2月14号是情人节 然后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 然后舞姨就问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黑色情人节 为什么一定要白色 我比较喜欢黑色啊 我说有黑色情人节 就是4月14号 为什么 去死一死啊 所以我欠揍耶 所以我决定了 就是我们今年的4月14号 我们要来过一个黑色情人节 呸呸呸乱讲 没有啦 你要过来去死一死吗 没有就是只是借着一个名义 自己发明的黑色情人节 然后我们来去过一个情人节 可是过了感觉很不吉利啊 蛤什么啦 不要那么爱过家 不要什么节都过 好啦好啦 那我们自己的白色情人节 我们其实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就先过了 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嘛 那就是一个商人的日子 再加上周末 所以他们会把餐厅的那种费用 就提高到比较高的位置 没有我们去吃的那家 他本来就假日贵非常多 嗯 我们去吃想想啦 你都打卡了 应该可以讲吗 可以啊 我们去吃想想啊 因为他平日跟假日的时段 他的价位差蛮多的 然后他有分 基本上快两倍了 对就是他最便宜的跟他最贵的 就是两倍啊 差两倍 好像959跟1859嘛 990跟1899啦 哦忘记了 反正就是几乎快两倍啊 对几乎差了快两倍 所以无疑就在礼拜五下午的时候请假 然后带我去吃 翘班 没有啦 他在礼拜五下午的时候请假 然后就带我去吃想想 然后我们就在新一区那边 大家也当了一日的台北观光客 真的耶 全部都是观光行程 对我们应该会在这个礼拜六 如果来得及的话 那也要先跟大家预告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礼拜 我们在工作上面非常的忙 就是我跟001都会很忙 因为这个礼拜我们有几个极件案子 就是外面其他企业的广告 要去拍摄 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 稍微影响到我们上边的时间 那我们就尽量的安排看看 如果正常发片的话 应该会在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白色情人节 怎么过的 那在上个礼拜呢 我们的主频道上面 也是连续发布了两则的Vlog 因为原则上 礼拜四原本应该是开箱评测的影片嘛 但是上个礼拜四 我们反而是发布了Vlog的影片 那礼拜六一样是维持Vlog的影片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有两部Vlog的影片 那上礼拜四发布了这一部 就是一个平凡的周末 然后这一部影片里面 有两件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什么事情啊 就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去打保龄球 还有设飞标嘛 对啊 第一个就是影片发布完之后 透过艾草门的留言 我才知道 原来打保龄球有个潜规则 其实我以为你知道耶 我不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但是我没有特别注意你 因为有可能刚好前面都有错开 好像是在最后一球的时候 你才犯了这个错 我想说那你怎么不提醒我 因为前面还好啊 我们先来讲这个潜规则 这个潜规则就是呢 在打保龄球的时候 如果说 右边的球道的人 已经先上场 准备要打球了 然后左边的人就要先让开 是这样子吧 对 可是基本上 只要有人在前面呢 我都会先离让他先打啦 对啊 就是不要影响到别人 要不然两个人一起走出去 有时候那个 你会影响到别人打球 真的吗 不是自己一个人一个赛道吗 可是因为很近啊 你不觉得吗 而且两个人一起走出去 有时候旁边的人 就会影响到你的步伐 还是什么 魔鬼的步伐 对魔鬼步伐 我是真心的不知道 因为我人生中 打保龄球的资助 大概也没有超过五次吧 对啦 你应该是真的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有这个潜规则在 然后就很多艾草民 就在下面留言说 这个是个基本礼仪 你刚好又有入到 对我刚好有入到 那个人就是 原本他走上去了 结果我就走上去 那个赛道 我在左边 他在右边 然后他先了 然后我没有看到 我就直接上场 然后他就直接转过来 然后翻了一个白眼 我就想说 那个人应该在心里面 一直诅咒我 你要不要跟那位 那位仁兄道歉 对我跟他道歉 算了 他都诅咒我这么多了 他都翻我白眼了 还是要道歉 毕竟是你不对 好啦好啦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下次 真的还有机会去打保龄球的话 我会稍微注意一下 会啦 我们感觉还蛮喜欢打的 可是我们上次打是五年前的事情 不会啦 如果你有兴趣 我们就可以常去 好 我们就常去打 然后我会注意这件事情 我要想要练习一下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现在是中文教学时间 我永远都可以用这个借口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我中文不太好 真的耶 重点是 重点是 我中文不太好 就算了 我还自以为是 而且你还不是电视儿童 所以你没有又看过这个词 对 因为我们在里面 五一就一直用一个词 就是 电报你 对 他就说我今天来电一电你 其实我有听过这个词 我大概也知道他的用法 我只是一直在我的脑海中 他的用意就是 那个电应该是电底的电 我反而没有听过这个用法 因为你说电一电你 就是感觉是要让你电底的电 就是你要电我 那就是你要你要把我电在底下之类的 我把你压在下面吗 这个说词好像怪怪的 不是这个用法很奇怪 为什么会是电底的电 不知道 反正我就直觉就感觉 他就是用电底的那个电 就是中文的那个字 然后001就上完字幕之后 他那天他就先下班了 对啊 然后我们是赶着晚上要发片嘛 所以我就自己在那边叫稿的时候 我就看 制作聪明 我就想说怎么会用那个电力的电呢 应该是电子的电吧 所以我就把所有他写的就是 电力的电 因为你讲了很多次 就在里面讲说要电报你 因为玩游戏啊 或者都会这样讲 叫电报你这样 你说当兵也会是不是 当兵 长官就说你是欠电吗 什么之类的 也都会用这个词啊 所以长官是要拿什么 什么电线去电你 你自己说一说合不合理 就是如果你要用这个字 那你用电你的电 难道长官把你压在下面吗 这合理吗 就是 对啊 什么对啊 因为你自己说 这完全不对好不好 长官要用电力的电的那个字来去电你 那就是他要把你夹在什么电瓶上面去电你啊 你为什么脑中会有这种画面呢 因为 这很奇怪 长官要电瓶上要拿两根电线这样 对啊 中文字的博大精神之处就是在于它是象形文字啊 应该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 你看你翻译成英文 我要Electric你 我要电你 那你自己自然的反应就是会 我要拿那个电瓶来去电你 我还真的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谁还想要说我要拿电瓶电你 那你怎么不解释说就是 我要电你代表说我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 我要电电你 为什么你的扎眼让我还想笑 对啊之类的啊 就是为什么会用这个词 而且是台湾特有的耶 是台湾特有的吗 至少我没有听到在其他的地方 我觉得电视上也有出现过吧 电视就是台湾的电视剧啊 好啦好像是那种什么报告班长之类的 当兵的剧比较多 对啊 好反正呢 五一就说我用错字了 就不应该是那个电子的电而是电力的电 可是你要不要爱上 我跟你讲 所以我要拿电瓶电 就不要到之后追根究底之后 就发现根本就不是电力的电而是别的电 没有真的是电力的电 你知道很多就广泛被大家用的一些词 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只是一直被沿用下来而已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电瓶的电 好中文系的人留言 我就跟你赌了 我觉得不可能是那个电 好啦好啦 那电瓶电你什么东西啊 还在笑是不是 会不会觉得那画面很诡异啊 好啦所以原本001写的是对的 然后我后来我又把它改回来 所以我对不起001好 然后礼拜六的影片我们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跟001翘班 我们去抢先体验一下 近期的巨人的飞行体验 啊结果 好玩吗好玩吗 好玩真的好玩 因为他你知道我们去环球影城的时候 玩的那种 他有点像我们玩哈利波特那个对不对 对可是哈利波特是整个会走的嘛 他是绕环大圈 可是他还比较像是变形金刚那一种 就是那个椅子会 他是不是像小小兵 小小兵好像也是 对对对对 对就是小小兵 就小小兵那一种 就是你坐在那椅子上面 那椅子会悬浮在空中嘛 然后还会搭配 自己震动这样 对震动 然后有污感体验嘛 会喷水啊 污感 工作人员吹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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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敢吹风机 可以不要来乱了吗你 反正就是有那种感觉啦 就会让 因为你知道 3D立体体验那种 对 因为进级的巨人就是那个 调味冰 调味冰 什么东西 调查冰 调查冰 出去前来先加葱 他们就是用那个 我是辣椒冰 你是洋葱冰 回来 他们就是用那个飞行器 不是在空中飞来飞去 然后就是要砍那个巨人吗 撒辣椒粉 辣椒粉 巨人就会打喷嚏之类的 你可以正常一点吗 今天 是你自己乱讲话好不好 我只是讲错一个字而已 就是会有那种体验 就是仿佛你真的是 飞在空中的那种感觉 那应该是要把你们 从那个椅子上 拉走啊 因为你飞在空中啊 你原本不是也有这样想象吗 他就类似高空弹跳 这样把你们 吸起来这样 不是 我原本以为啊 就是我看字面上 我原本要去参加这个活动之间 我以为是 会有真的那个飞行器 就是进级的巨人里面 那个你要背在身上 两把刀的那个 对 然后要重启 然后他可能后面会喷射 你就可以这样飞起来 对啊 我以为会有这种 就不是 他是像那个小小兵这样子 就是坐在椅子上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会把你往上拉 让你感觉好像要往上拉 往下拉这样 对就搭配整个剧情 而且他是三部曲 三部曲是因为他是全球 在台湾就是 抢先上映 他会戴VR眼镜之类的吗 有 他三部曲 第一部就像小小兵这样子 第二部跟第三部的话 就是VR体验 对反正我就觉得还不错玩 结果我想说 我就敢持效性嘛 毕竟他 昨天 礼拜六的时候 是第一天 对民众开放 嗯 我就 我们就赶影片 然后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发布 结果大家就讲说 那个票已经卖完了 卖这么好 对啊 因为预购票比较便宜 预购票好像990的样子 所以现在只能现场买票了 对你可以去现场读一读 搞不好现场有 只是现场费用比较贵啦 好像是一千多块 这不是你叫我看 是我弟叫我看 我忘记了 我叫你看了 我有记得也是一看就叼住了 就觉得好好看 对 可是你看了比我更久 我没有看那么久 我看到快结束了 因为我很讨厌 追这种动漫 就是还在零载中 我就觉得很慢 其实他也是分第二季第三季这样啊 你就看到第一季就没了 对 没有我看到那个 安妮 亚妮 还安妮咧 我看到亚妮 你又解到哪部电视剧去 安妮结兵吗 他就是被结晶化之后 看到那一边 好 那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 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 它叫做 Sweet Suspicion 它是甜蜜的怀疑 收录在我们绿茶表 就是打保龄球的那一集的Vlog里面的片尾曲 嗨绿茶表 不要那个头啦 你就是个绿茶表 你应该乱下标题 我还没跟你算账 这首歌曲 它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生活的描述 就有点像我们Vlog那一天的主题这样子 歌词里面 说的都是很日常的生活 可是却很有画面感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 美好的星期一早晨 那歌曲之后 马上回到爱耳闻的报告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爱耳闻的这个报告节目 第52期 我是爱耳闻 我是吴依 那本周要跟大家分享的耳闻事项 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从一个新闻延伸出来的 就是我们今天吃饭讨论的那件吗 对对对 今天下午在吃饭的时候 吴依就给我看到一只新闻 就是你来说一说这个新闻 就有一位民众点了自助餐 就两块鸡腿肉吧 两片鸡腿肉 还有其他四样配菜 就那个自助餐175元 就很贵不太合理 他认为不合理啦 他认为不合理 对啊 他老板娘当然也有出来讲话 说什么用的肉很好啊 什么之类的 我有看一下那个细项 我觉得像 它下面有写什么肉燥 然后芹菜 然后蔬菜什么 因为他大概点了 大概四样蔬菜吧 我记得 其实蔬菜那些的价钱都还蛮合理 我觉得不合理是在那个鸡腿肉 对两片鸡腿肉100块 就跟一般人的认知 好像觉得有点差异 对他不是鸡腿棒哦 他不是那个drumstick的棒 鸡腿棒什么东西啊 有啊卡拉鸡腿棒啊 哦 那个也没那么贵啊 对啊 那个通常也是60块嘛 70块左右 可是他两片就100块 所以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真的很不喜欢吃自助餐 我讲第一个原因不是因为价钱哦 是因为他都菜吗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吗 我吃过的大部分的自助餐啦 所有的菜色味道都一模一样 哪有啊 几乎啦 我跟你讲 他们的东西全部都是用同一种 那个调味方式去炒的 啊就同一个厨师啊 当然用同一个味道去炒啊 不是 就是比如说放盐 放胡椒粉那种东西 就他每一道菜都是用一样的方式去调味的 哪有啊 那根本是你的偏见 因为你吃了也只有那几道好不好 而且每个每一家餐厅一定都是 那个厨师还有自己的料理方法啊 所以吃你妈的菜才会有妈妈的味道 就是这样啦 可是他每一道料理感觉都味道都一样 没有 我觉得就是你偏见 因为我每次要带你去吃 你都说啊都是菜 我都帮你夹很多菜 所以你就不爱 我每次都觉得 你就是不爱吃自助餐而已 真的吗 对啊 好啦 那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很迷 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价钱 你知道以前我在新竹上班的时候 每个人去旁边的自助餐店啊 因为我同事真的很爱夹自助餐 啊我又不想背杯葛 你知道吗 就是 你就很值得背杯葛啊 你就很不合去 又挑死 那我会想啊好好好 那今天就跟我们去吃自助餐 然后进去我就看那个菜 就夹 自己想吃的东西之后 那个阿姨就是这样子 不是都会有一个结账的阿姨 就是在最后 最后最后一个位置 守官人 对 那他就这样 对对对 我会想说 What the fuck 我在家没有什么东西 那八里 然后他就说 我每次都觉得很匪夷所思 你知道吗 就是菜色明明都差不多 对 就是价钱好像每次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上班族的疑问 对 我记得之前也有吵过来说 自助餐为什么很多都不爱标价 所以我最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 称重量 我真的超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标好啊 就是他就取一个平均值嘛 然后就多少这样子 所以像以前四星大学 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 四星大学的学餐 就是称重量的 其实外面称重量的很少耶 通常称重量的好像都是在学校 像以前我们学校也是 真的吗 对啊 我公司对面有另外一家也是称重量 的确是比较少 但是大部分都是那个随老板娘的心情 二十三三五十八十八五 就是这样子 而且都是一副就是那个 二十三五 而且有时候他还会拿那个夹子 没有跟你翻过来 看你有没有偷长菜在下面 可是如果那是他自己夹的勒 他应该就不会做这种事吧 通常那种应该是自己去夹菜那一种 对自己去夹菜 然后有时候自己夹菜那种 他还会再拿多一点点上来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三个是十块 他就再拿多一个上来这样子 要不然他不会算这钱 对对对对 我是觉得还好啦 但是我真的也是对于他的价钱比较困扰 就是有时候明明都一样的菜 今天七十到下礼拜有可能 有可能明天就变八十 对而且每一次夹的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就是真的实验过 我夹一模一样的东西 他的价钱就是可以不一样 但是我记得你以前新俗家的 那家自助餐家也不错啊 你就直接把他价钱锁时都叫六五鸡丁 哦那个是另外一家 那个是我家在铃生路上面的有一家 那一家还不错 现在没有六五鸡丁了 后来我吃到后来都变七零鸡丁了 他就是也没有很贵啊 对他就是比如说有几种套餐的方式 比如说排骨便当 鸡丁便当什么什么 然后你一进去 你就是直接跟他讲说 哦我要六五鸡丁 那他就帮你加一个鸡丁式主菜 然后三样配菜你可以自己选 就是拿几个 他帮你加分量 他帮你加 对有些自助餐是这样 那种我也比较喜欢 因为我觉得比较没有争议啦 对对对 那有时候真的是很莫名的 突然就一百多块 你就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贵 很想问他 然后有一次啊 我刚刚说很贵的那一家自助餐 光是旁边水源街里面那一家 你知道我就 我就真的很疑惑我就问他说 你不会跟他吵架吧 我这么和爱可亲的人 爱神就是很爱跟人家吵架 没有我就是默默的 我就想说 这么贵哦 然后阿姨给我翻脸 翻什么脸 他就讲他就讲说 来你打开来我算给你听 你就把衣服打开 没有他就把那边团打开来 这个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要多少钱 他想说 你不知道现在东西很贵吗 其实如果他们会因为这样生气 那我觉得他们 为什么不干脆把价钱就标清楚 有时候我会有这个困惑 因为我有遇过这种 就是怎么那么贵 他就算给你听 也是会有点不耐烦 因为有可能质疑他的人 有点多那一天 那我就说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就标清楚就好了 或者就是分量 就是由他们人来加 可是由他们人来加 他们就是要多安排人力 尤其这种通常是在 你有夹鱼的时候 争议最大 因为鱼都很贵 你是不吃鱼 你不知道我们会吃鱼的鱼真的很贵 我每次夹鱼的话 都有心理准备 那一定破百 我有时候就觉得夹病当 要夹到破百 我就觉得不甘心 我现在已经比较习惯了 就是反正有鱼就一定很贵 但是你刚才说到 不标价钱这件事 其实我也有 觉得台湾很多店家 也都不爱标价钱 不爱标价钱 其实可以分两种 一种是根本不标价钱 一种是标价不实 例如 不标价钱的 例如就是一些玩具店 你进去他 其实他就不会嫌价钱 我人理解玩具店 有可能他比较难 一驱这样放 可是他通常有些会贴标签 对 对啊 可以有些他就不标 他就等你问他 你问得多他又很烦 我就觉得 那你问不直接标就好 而且有时候 你看他网路价 有可能就五千块 现场问就变五千二 我就为什么 他是不是会因应 就是大家需求量的多寡 然后随时调整价钱 可是也有可能 我是今天网路上看 我明天就去现场问 就价钱还是不一样 而且你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去过一家店 我们当天问 问了三次 价钱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你不觉得他喊就喊得 有点随性吗 每次问的价钱都不太一样 对啊 你看这种 对我们这种勾一郎 就真的是很吃亏 因为我们就不太会去问他 诶 那个怎么会这么贵啊 这样 我通常就默默就走了 没有 可是买东西 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记很清楚 我会直接跟他杀价 你刚刚跟我讲 不是这个价钱啊 对 所以我现在都会带艾神出门 买东西的时候 他真的很厉害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吗 有啦 但是我最近觉得 他真的越来越厉害了 他杀价真的是 毫不熟暖 哎呦 真的是艾玛 而且他也不是说 我只会来硬的 还有时候也会 你知道暖硬兼施 啊又有时候又用点美男剂这样 你不要再乱讲话了 还有另外一种是标价不实 像我之前那个眼镜坏掉啊 我不是去修吗 对眼镜真的是 眼镜的镜框 你知道每一次去眼镜店的时候 看那个镜框旁边都会标价钱 对而且价钱都非常非常贵 对然后那个价钱真的只是仅供参考 他通常就在旁边讲说 哦这个再打三折 他说标价在五折 或者三折 对或三折 反正就是那个折扣就是很夸张那一种 对啊 我就想说那如果你没讲的话 不是有些人就傻傻受骗吗 应该是不计的 当然还是要去衡量 他还是会去衡量价钱啊 那如果你刚好遇到潘那 你不觉得那些 我一直很疑惑 就是为什么眼镜店的镜框的价钱 一定要标的这么高 然后你再来跟客人讲说 哦五折四折三折 他的镜片也是啊 像我之前配一个日本 比较有名的牌子的镜片 他也是定价有可能就两三万哦 可是 他就说什么定价的五折 可是你有可能去另外一家 他就说定价的四折 那我就说那你明明平均价钱 都不是那个定价的价钱 你为什么定价要立这么贵 可能我在猜啦 可能是一种手法 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哦我打了很多折扣给你 可是那价钱很不合理耶 你刚刚一个镜片就两万块 连三万块这样 可能就是想说 要给你有这种心理状态 让你觉得说 哦我捡到便宜了 我后来就想那个定价 根本就是日币的价格而已 没有啦 可是当所有的店家 都一样用一样的套路的时候 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对啊 我后来问了很多家 我就觉得 根本就不是这个价格啊 你就直接给我 因为镜片通常 他们就是为哪一个文件夹出来 哦你这个镜片是多少钱 这个镜片多少钱 你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就好 你不要告诉我说 什么原价打三折 对啊 何苦呢 脱库放屁 对啊 如果之后要杀价 那再说嘛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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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就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先把定价定这么这么高 啊另外一个就是家具行 啊家具行是融合前面两者 他又不标价 啊一标价又标的特别高 家具行 因为通常去家具行 他不会标价啊 你说的是传统的家具行吧 像IKEA那种 那那没有啊 对啊 就像传统家具行 通常他不会标价 也是要你问他价钱比较多 嗯 啊要不然就是 他会给你那个行路看 像我们家这次装潢的时候啊 也有去拿那个行路看啊 就是买家具 行路看我们就说 诶这个东西一万八啊 怎么那么贵 他说哦 那个定价两则啦 那我就说 那你干嘛上面写一万八 你要骗谁啊 而且是很多东西都都这样子哦 好像买那个灯具也是啊 我就说哦 这个灯要三万了 他说没有啦 定价两则 都都这样子就对了 对啊 那我说那你为什么 不就直接写那个两则的价钱就好了 对啊 就是一直很疑惑的地方 这个就是今天耳闻是这样 第一件事情 从一个买 买自助餐 夹餐延伸到这么多 没有这是我之前就一直很有疑问啊 我就说你某某某的价钱 就飙饿死一点 嗯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就简单分享一下就好了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去洗牙了 我们几乎都是固定啦 有时候会延迟一两个月 我们固定半年会去洗牙一次 然后这一次 应该是终于决定 要去做一件事情了 你之前的人生清单计划 又要打勾一样了吗 对 就是要把它放在今年的to do list里面 就是今年要去做的事情 矫正牙齿 因为我的牙齿很乱 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对啊 虽然说我也没多整齐啦 可是大家看不到你啊 也是 对啊 就不会知道 这一次去洗牙之后 就是有一些地方 因为我很爱喝咖啡 会有那个社数成定 而且我们有时候喝咖啡 就是慢慢喝 喝一两个小时再慢慢喝 我一天又喝三四杯 又很多社数成定的地方 那个是刷牙也刷不掉 洗牙洗得掉 你这个蛮严重的 我倒是没有你那么严重 但是它有些地方会卡在 牙齿跟牙齿的地方 那个是连洗牙都洗不掉了 我就很苦恼这件事情 我有去问 那天洗牙的那位牙医 他就想说 你的牙齿都挤在一起 这个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他说他洗不到是不是 他说真的洗不到 他水柱也冲不到 而且你治个老了之后会很容易蛀牙 可是我觉得 有一件比较匪夷所思的事情 是你跟我说 你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蛀牙 对啊 真的啊 我几乎没有蛀牙 你牙齿这么乱 怎么会没有蛀牙 没有耶 完全没有 我只有 在 高中毕业之后 要去澳洲念书之前的时候 有去弄一下牙齿 就是 看一下有可能 哪里需要补一补的地方 就先补 因为在澳洲的 澳洲超 澳洲的牙医超级无敌贵 所以几乎所有人要去澳洲留学之前 都会先在马来西亚当地 剪头发 整牙齿 对之类的 对 该弄的东西弄一弄 然后洗脸啊 就是几分次啊 这是弄好的时候再去 要不然在澳洲那医药费用 真的太贵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需要去用 是因为有一点 你那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真的很不方便 你的门牙没办法咬合 就是上牌的牙齿跟下牌的牙齿 前面是没有办法咬合的 所以我们常常吃东西啊 吃一些什么鸡腿 他没办法把它切断 对啊 这个之前有讲过啊 我没有办法把它咬断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很不方便 而且我那时候很难想象 我说为什么会不行 你就算 比较后面一点 或比较前面一点 不是再往前一点就好了吗 不行 我完全咬合不了 所以我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做法 就是要把我的舌头 当成下牌的牙齿 然后这样子来咬 所以我等于在咬舌头 呃自禁吗 第二个做法呢 就是把它送到后排的牙齿去咬 就是要船过去这样子 你不要再引用的 模仿这个动作好不好 很稳险是不是 就是要把它送到后排牙齿去咬 要不然的话 就会像我们去吃那个面线 叫什么啊 什么面线 麻油面线 不是每次都有鸡腿吗 对 然后舞鱼就是用它牙齿先把它剝好 我很累 我跟它吃这种东西超累 吃虾我要先帮它剝 我吃鸡腿我要先帮它分肉 对它就先把肉 把它弄弄弄成像肉食 这样子然后我再吃 啊就没办法 我就真的是咬合不了啊 对我刚才以为它只是偷懒 后来发现它是真的咬合不了 所以我刚开始我都觉得 每次跟它吃麻油面线 我的下巴都很酸 因为你要有两人分的肉 对 好啦所以这一次我觉得 好啦我们就决定来去做一做吧 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也都之前讨论过蛮长一段时间的 就是一直没有去执行 因为要执行这个真的很可怕 我的四颗智齿都是躺着的 我已经拔掉两颗了 另外还有两颗我就死了不想去拔 对除了那个疲漏之痛外 而且做这个事情 我们情侣啊 我觉得如果要最好是一起做 当然是有需要的话 对有需要的话最好是一起做 因为通常你们饮食啊 吃大餐啊 很多生活习惯都会一起 你看如果今天只有爱文去矫正 啊我想要吃大餐的时候 他就说哦不行 我那个牙齿现在不能吃 就很扫兴这样 对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决定要去做 要做的话就做饮食美 就是隐形的牙套的那一个 最主要是因为你还是要拍片嘛 这样比较不会影响啊 对啦对啦 但是那个真的是要靠意志力 然后因为你自己要 其实整牙都要靠意志力 不管隐世美还是传统的 我听你铃银说 就是因为传统的那个矫正啊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自行的拿下来 所以他就是一直固定在上面 所以成效会比较好 但是隐世美的话 你吃东西的时候 你要把它拿下来 然后吃完之后洗干净之后 你再把它套上去 你所谓的意志力 是要你人要求自己一直带着 不会拿下来就不想拿上去 对或者是我们就改变 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现在可能吃早餐 或吃午餐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个东西放在那边 慢慢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我就是这样子 我去公司都把吃一个早餐 就慢慢吃 如果你真的带了隐世美就不行 吃的会比较快 是饮料会慢慢喝咖啡 不行 有可能就喝了一两个小时这样 你就是拿下来之后 你可能就是半个小时之内 解决它完之后 你要马上去漱口啊 把它弄干净之后 然后再把它带回去 要不然你想看你早餐两个小时 午餐两个小时 晚餐两个小时 人家规定你吃美食 一天里面要带22个小时 你这样就扣到6个小时了 对啊 这样真的想想真的很麻烦 而且你就不能有下午茶 或宵夜这些东西 你礼拜六想要吃咸酥鸡 都不行 可以啦 你就是 也是要拿下来 而且要快点吃完 快点的吃完 所以它会完全的改变 你的生活作息 跟生活的习惯 所以你要做的话 我们是觉得说 讨论出来 情侣一起做 比较互相可以有一个精神支柱 而且也可以互相要求 底力这样 互相督促一下 矫正牙齿 我们刚刚有说嘛 带了以后 那个生活习惯啊 饮食啊 都会有点改变 你也不能随便乱吃东西 对 像你爱吃饼干 也不能吃 对 所以我可以期待你带了以后 会有六块腹肌吗 有可能你人生最有希望的获得六块腹肌 就是这一次 而且我听说刚才有人拔牙 因为太痛啊 根本也连吃都不会想吃 所以会瘦很快 我就是很怕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好像要拔六颗牙齿 这么多哦 我原本的两颗质齿吧 再加前面好像要再拔多四颗 我听了我就觉得该不会拔完之后 我就往生了这样 反正反正 会不会拔完就变一个人啊 我希望就算变的话 可以变了一个更帅的爱尔文出现这样 你说变彭彦之类的吗 对 还是变蔡秋风 蔡你妹啦 蔡 好啦 所以我那天也已经在IG上面 我在IG上面公开的征求业配这样 我就想说有没有 要做影视 正在做影视媒的诊所 要找业配的 可以找我们两个 而且我的牙齿这么乱 我真的业配起来很有说服力好不好 如果成功的话啦 是还蛮有说服力的 对啊 结果有一位对 矫正牙齿非常有热忱的一位医师 他就有恢复我 他想说我真的 在看你以前影片的时候 我就很想帮你做 他就很想拔掉你的牙吗 就很想帮我矫正牙齿 我知道有时候会有这种冲动 就职业病 就看到乱牙 就是对对对 很看不顺眼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三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们两个人就会去 先聊一聊 先咨询一下 看我们两个人如果真的要做影视媒的话 要怎么样来执行这件事情 还要花多少时间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好像一年就可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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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些最久的 影视媒好像有两三年 没有啊 我之前看那个蔚蔚先生 他好像才办理了 因为他本身的牙齿没有到非常乱 哦是哦 对啊 所以每个人时间不太一样 你传统的也是这样 有些人一年就可以 有些人三年都还在带 但我那时候 因为我有做一些功课嘛 我觉得最怕是有些人说 你牙齿矫正啊 一用就是一辈子 因为你之后好像还是有一些东西 要一直带着 塑形器还是什么 那个我就不是很懂了 好啦反正我们之后 跟医师亲民聊一聊了之后 应该就会比较有个 再跟大家分享 对对对 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们今天的Podcast就到这边哦 就祝大家星期一上班愉快 加油 谢谢阿光 快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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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